大家好,我是麦教授,一个爱讲故事的商学院教授。 每年10月份,瑞典皇家科学院和诺贝尔基金会会颁发当年的诺贝尔奖。 现在每年会发出6个奖项,其中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和医学奖、和平奖、文学奖、当然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 作为一个商学院的教授呢,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格外的感兴趣。 我希望今天能跟大家讲一些诺贝尔经济学奖背后的故事,还有这些得奖的这些大神们都是什么人,而他们的理论到底为什么会得到诺贝尔奖。 既然是讲故事呢,我就不希望像讲一个编年史那样去讲历史。 不会按照时间的顺序,把所有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得主排列出来,讲他们的获奖原因,讲他们的个人的故事,我觉得那样的话就失去了我们做这样的视频的趣味性。 反过来呢,我可能会用一种具有非常强的我个人偏好的一种方式来讲,来给大家展示一个故事线。 这个故事线呢,是指很多很多的小故事串起来的。 我这个故事呢,会从一家非常著名的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叫索罗门兄弟公司讲起。 这家公司1901年成立,以做债券套利为主要的盈利方式。 这张图呢,就显示了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债券套利的。 这种债券套利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里有一根蓝线,这个蓝线是英镑对美金的汇率差。 这根红线呢,是十年期的英国债券和十年期美国债券的利差。 大家可以想象这两条线呢,应该是互相非常相关的,他们不可能离得太远。 如果离得太远的话,你就可以去买那个比较低的那条线,去卖那条比较高的线。 因为你知道他们会很快,会离得很近。 所以这就是做债券套利的一个最基本的一种逻辑。 而这里面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所罗文兄弟公司呢,就通过这种债券套利的方式,可以去获得巨大的收益。 到了1990年代呢,这家公司的债券套利占了美国所有债券交易的60%以上,给这家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收益。 1991年的时候,美国财政部觉得这样的债券套利对美国经济并没有好处,所以就开始限制这种套利方式。 这就给这家公司带来了灭顶之灾。 因为他们60%的生意就没有了。 在美国财政部限制了债券交易之后呢,这家公司立刻就陷入了一种恐慌。 当时的他们公司有一个大股东,叫巴菲特。 巴菲特在很短的时间内呢,就接管了CEO和董事长的位置。 他那个时候呢,从他的老家欧马哈,然后去了纽约去掌管全局, 希望能够扭转索罗门兄弟公司的未来。 他当时呢,就提出了好几个方案。 巴菲特在接管了CEO和董事长之后呢,提出了几点非常重要的思想。 首先呢,他是说,我们不能以赚钱为标准来衡量应该怎么样做事。 他提出来说,我们要用最好的方式去做,去得到最好的结果。 而不是说,我们不管你的方式是什么,然后我们只要赚钱就好。 所以他那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开信,那个公开信里就在写说,你可以给公司赔钱,我还能容忍这一点。 但是如果你让公司的名誉受损,我是没法容忍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巴菲特的投资思想和华尔街主流的投资思想是非常不一样的。 在一本书里叫Liar's Poker,这个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前华尔街投资人,然后现在是一个著名的作家叫Michael Lewis,叫迈克尔·刘伊斯,写的一本书叫说谎者的扑克牌。 在这本书里呢,他就描述了当时在索罗门兄弟公司发生的很多事情。 在巴菲特接管了索罗门兄弟公司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觉得生活就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 其中就包括有一位非常著名的trader,他当时是索罗门公司的副总裁,叫John Mary Wieser。 这个John,我们叫他约翰同学,这位John同学呢,曾经在1980年的时候就成为索罗门兄弟公司的债券部的负责人。 在巴菲特接管了之后,他就觉得非常不爽,决定另立山头,因为巴菲特接管以后,他们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去躺着赚钱。 那这位约翰同学呢,就非常著名,他有一些江湖上有一些关于他的非常著名的传说。 有一次他就跟一群同事赌博,他们会拿出一叠美金,然后随机从里面抽一张,然后去猜抽到的这一张的那个序列号的尾号。 输的人要给赢的人一千万美金,所以他是这样一个生性耗赌,挥金如土的人,跟巴菲特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所以约翰同学呢,到了1993年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的这个在公司里的地位,然后巴菲特带来的文化跟他都非常不一样。 所以他就想去创一个新的公司,所以选择在1993年开始筹备一个新的公司,1994年的时候离开了。 他离开之后呢,索罗门兄弟公司到了1999年就被另外一家公司收购,后来那家公司呢又被花旗银行收购。 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呢,出了一个丑闻,然后这个花旗银行就决定不再用这个索罗门兄弟公司的这个品牌再去做做生意了。 所以叫什么什么兄弟公司,对吧,索罗门兄弟公司,那还有后来雷曼兄弟公司,我们后面会提到。 都是,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 所以如果大家想做一个投资银行的话,请不要用什么什么兄弟公司。 约罗门同学离开了索罗门兄弟公司之后呢,就创立了一家公司叫LTCM,就是这家叫做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传奇公司。 这家公司成立的时候呢,一开始的资本金就达到了13亿美金。 这是一个到现在都没有被打破的记录。 长期资本公司之所以一开始有这么强的势头,除了这位约翰同学,还有其他一些非常著名的大咖。 比方说,左边这位,从左到右属第一位,这是Maren Schultz教授。 他是当时在斯坦福大学的金融系教授。 从左属第三位的,这位叫罗伯特莫顿教授,Robert Merton。 Robert Merton当时在哈佛大学做教授。 还有当然第四位,从左属第四位,这个是一个华人叫黄岐福。 他曾经是斯坦福大学Maren Schultz教授的学生。 毕业以后呢,去了麻省理工做教授。 做的也非常成功。 除了这几位创始团队的人呢,还有一些非常强的人在他们的团队里。 比方说,有美联储的前副主席David Mullins。 有当时Mary Wether,约翰同学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同事,也是MIT毕业的。 叫Lawrence Healy Brandt。 还有哈佛前教授Rosenfield。 也有伦敦经济学院毕业的。 然后也有MIT经济系毕业的博士。 然后加上黄岐福,黄岐福写过一本书叫Foundations of Financial Economics。 就是金融经济学基础。 这本书在当时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那当然有我们刚才说过的两位非常著名的教授。 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黄岐福对,这个黄岐福现在的样子。 除了这些非常著名的大咖之外呢, 这个公司当时还有一些非常强的投资人。 比方说有Bayer Stearns的CEO。 有UBS,然后有Mary Lynch,然后有Chase Manhattan,然后有中国银行。 所有的这些投资银行都非常看好当时的LTCM。 因为他们确实是有一个全明星的团队。 而且事实证明他们一开始做的盈利能力也非常非常的强。 这个Bayer Stearns,就是我们中文翻作贝尔斯登。 后来被JP Morgan收购了。 然后也是当时非常著名的一家银行。 然后这个照片呢,这上面的照片就是Mary Lynch美林证券的CEO。 他名字叫David Komansky。 然后他也是非常乐观。 那时候Chase Manhattan,就是大通曼哈顿银行。 他们是洛克菲勒家族的。 然后中国银行在那个时候94年的时候也是早期的LP。 然后当时投资给LTCM,让他们去做投资。 仍然做的是债券方面的投资。 所以因为有了这么强的团队,LTCM有了非常强的投资人。 而投资人的对投资人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首先想要认购LTCM的这支产品的话,首先你要有至少1000万美金的基础。 其次这支基金有三年的封闭期。 也就是说你投进去的钱三年之内是完全不可以拿回的。 而他在三年之内做的任何交易是不对外披露的。 所以投资人在这三年之内只能去说钱在那个地方到底是赚了还是赔了。 完全不知道。 我们都知道一支基金的盈利方式是它的主要的盈利来源是两个地方。 一个是管理费。 当他管理13亿美金的时候,就是他启动资金,他可以收非常高的管理费。 其次呢,对超额收益他也收一个天价的业绩提成。 那么行业内的一般的标准是收2%的管理费。 就是说你每100块钱存在这个基金呢,他每年收2块钱。 那你可以想象这个13亿美金放在他那个地方。 而且他收的是3%到4这样的管理费。 然后收益提成呢,是说他每赚的100块钱里面他可以拿走多少。 就是他用你的钱赚的每100块钱,他能拿走多少。 一般的行业内的标准是20%。 而当时LTCM也是收的是天价的这个利润提成。 我说0。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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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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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